恭喜啊恭喜 法要報道財 大家好我是邱靖蘭 新年快樂啊各位 下禮拜就要過年啦 看你們這個裝扮 一個多金圓外的概念啦 你喜氣癢癢 好搖啊 過年不能壞嘴嘴喔 我們來講個吉祥話好不好 福利平安 I love you 救命喔 那比起以往的年菜開箱啊 我更好奇的是我們的第二個家 711 711啦 他們在過年的時候都推出什麼新品啊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開箱 711新品 Yes 發發發 看又沒吃藥了 又沒吃藥了 那今天我總共選了9款711 所推出的新品來開箱一下啊 我們來開箱一下啊 順便來看一下 到底有哪些美食是值得推薦的啊 分別有 酸菜牛肉拌麵 普燒曼玉扇 黑毛和牛壽喜燒玉扇 玉璇普燒曼 黑松露野菇燉飯 章魚燒Pizza 焦糖脆可可雪糕 還有我們的 玉劍奶奶跟黑糖布丁厚奶啊 一共有9款 廢話不囉嗦 我們去咚 來我們的第一款 黑毛和牛壽喜燒玉扇啊 聽說這一款是期間限定的 而且還是限量耶 同時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便利商店 出這麼高檔的食材耶 讓連日本A4和牛 尬上我們的台灣月光蜜啊 這什麼概念 台日友好啦 講這樣好像很屌耶 壽喜燒玉扇 299元耶 好啦過年吃好一點啦 不為過吧 然後我有發現他這個肉其實給了不少耶 這樣 一大部耶 然後他介紹上面還說適合會開運 練背就來吃看看啦 2022賺起來 我們來給他吃看看啦 欸我傻眼 蠻好吃的耶 哇哦 Unbelievable 他和牛 我個人是覺得蠻意外的 微波食品的和牛吃起來才蠻有水準的耶 他的肉吃起來軟嫩就算了喔 他那個油脂的香氣整個都mix在一起耶 然後搭配那個甜甜的壽喜燒醬啊 整個好無違和喔 傻眼耶 不輸外面再賣啦 我認真 這醬吃起來就甜甜的 很開胃耶 整體來說呢 他那個肉真的有讓我驚豔到啊 但是呢 299元 真的有讓我開運 我買100盒啦 舒服 再來這兩款 是我近半年很常吃的兩款啦 對於我這種很愛吃鰻魚的人來說啊 我今天肚子餓的時候就吃普燒慢玉扇 我今天肚子很飽的時候呢 就吃玉璇普燒慢 靠腰啊 很飽還要吃 連杯就很變態啦 普燒慢玉扇159元 玉璇普燒慢49元 然後他上面還打說 蘇日等級台灣慢配上日本普燒醬啊 再搭配我們的台灣月光米 念一念我就不用再想台詞你知道嗎 送啦 那我們現在吃個鰻魚便當啊 感覺很屌餒這五次鰻魚啊 給他吃看看啦 真的白吃不膩耶 我個人真的是蠻喜歡他們家的鰻魚啊 吃起來很鮮嫩 完全不會車你知道嗎 車是什麼 新味電視台 然後搭配他們這個鹹鹹甜甜的醬汁啊 一整個就是很下飯耶 再來我們的玉璇普燒慢 整個裡面都是那個鰻魚還有那個醬汁啊 他飯糰裡面的鰻魚跟這個味道其實是一樣的啊 這個醬汁真的是很吸引我耶 最大的差別就是在於他們這個是用台灣月光米 我是出不出來啦 但就是這個米吃起來是蠻Q彈的啊 過年吃個鰻魚 年年有餘 我竟然會講出這種話耶 下面一位 來第四款 是我們滿漢大餐所推出的蒜菜牛肉拌麵啊 那我記得他們之前也有出過一款牛肉麵啊 吃完之後真的是整個醬的啊 所以這一款蒜菜牛肉拌麵我個人也是蠻期待的啊 那這樣一份是109元啊 那這樣一份其實也是蠻簡單的啊 就是麵肉還有酸菜 也還蠻香的耶 我們現在馬上來給他吃看看 吃吃看他們的肉 來齁 我先說麵的部分啦 我個人覺得他們家的麵搭配他們的醬汁吃起來是蠻普通的啊 但是呢 這個肉好吃耶 他們這個是使用牛腱肉啊 整個吃起來軟嫩軟嫩的重點還帶有一點Q度耶 比我上次拍的那個牛肉麵好吃耶 忙啊 再吃一口 整體之下呢 我是非常的推薦他們家的牛肉啊 下一位 再來是我們的黑松露野菇燉飯啦 天宿地宿 天宿地宿沙香 我念起來就是特別的可愛 這一款這樣看起來應該是素食啊 然後真的不得不說這個味道超香的耶 非常的松露你知道嗎 那個味道超濃的 整個微波完之後 突鼻而來啊 OK了各位 那他們這樣一分是89元啊 然後旁邊還有香菇跟蔬菜啊 那我們現在馬上來給他吃看看啦 哇真的很香耶 好好吃喔 欸這一口我真的也可以耶 來喔各位 這一款呢我一定會再回購啊 很好吃耶 它整個松露味搭配那個奶醬非常的濃郁 非常的夠味啊 重點是我這樣吃下來完全不會有那種膩口的感覺耶 害我一口接一口 這樣整個吃下來就非常合我胃口啊 還有一點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們的燉飯啊 整個吃起來鬆綿鬆綿的 然後搭配那個松露的味道 爆出新智慧耶 舒服 再來是我們的 父親空廚的章魚燒披薩 這一款可能是我今天最期待的一款啊 把那個章魚燒 做成披薩的概念 從推出到現在一直在網路上都掀起討論啦 我們的章魚燒披薩 59元啦 還蠻香的耶 它整個就是章魚小恩之那種概念你知道嗎 然後只是把它做成披薩的樣子 吼吼吼 59元的話我個人覺得是還好 不會到很貴啦 因為它上面的料真的是蠻多的喔 我們現在馬上來給它吃吃看啦 來啊我們的章魚燒披薩 上面是鋪滿了章魚丁還有柴魚片 然後加上那個美乃滋下去做的啊 整個吃起來味道我個人覺得是還蠻不錯的喔 唯一一個我會想要靠愛的就是 我覺得他們的餅皮沒有到很好吃 它餅皮吃起來就是乾乾的 然後帶有一點微硬你知道嗎 微硬 公便台 就整個入口會有一種美中不足的感覺啊 整體來說這一款是不會讓我想要回購 期待然後真的受傷害的感覺 我們就嘗一天就好了啦 下面一位 再來是我們的亞洲款啦 同時也是我們的甜點時間啦 一次商款多重享受啊 那他們分別是 老虎糖的布丁風味後奶 39元 青元的玉券奶奶38元 還有我們Akino的焦糖脆可可雪糕啊 49元啦 鬆管齊蟹啊 我們先來喝個老虎糖的布丁風味後奶 黑糖的味道是非常的濃啊 然後喝到最後會帶出布丁的香氣啊 整個喝起來我個人是覺得不會很甜耶 再來換我們青元的玉券奶奶啊 他這邊外面還寫含乳量有高達50%耶 喜歡吃芋頭的 我們現在馬上來測試一下 他整個喝起來口感蠻濃稠的耶 我覺得他鮮奶的味道是大於他的芋頭味啊 我覺得是聞起來有芋頭的香氣 但是喝起來沒有什麼芋頭的味道啦 整個就是濃稠的牛奶那種感覺你知道嗎 客人覺得這個會比較好喝啦 再來換我們Akino的焦糖脆可可雪糕啊 這是一個老虎的概念耶 你看49元有看到用心了 我們現在馬上來給他吃看看 明乾淨牙齒要吃小口一點 差點牙齒掉下來 來喔 這款我個人非常的推薦啦 他上面是焦糖下面是牛奶啊 然後焦糖上面還有可可脆片啊 整個吃起來那個焦糖味非常好耶 搭配那個可可啊 整個吃起來是苦甜苦甜的味道啊 這甜度我覺得蠻高的 吃到他整個屁股都會癢耶 藏螞蟻了啦 過年一家團圓 我們買一隻老虎嚇嚇他們啦 靠腰 我要再亂講好了 抱歉 五年新大運勞各位 好了影片就到這邊 那以上是這次的7-7新品開箱啊 那我個人最喜歡 而且我想要再回顧的就是我們的 普燒曼玉扇 黑松露野菇頓飯 還有我們的布丁風味後奶跟老虎冰棒啊 最後呢 挑嘴嘴在這邊祝大家 虎年新大運 讓你爽讓你爽 讓你開始不用煩惱 好可憐耶 虎虎身風 明天就發瘋了 以上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幫我追蹤加訂閱 還有我的IG 跟臉書也要幫我追蹤哦 我是說 哇 爹